大家好 聽完Irene的分享 我想跟大家分享路證署就應用BIM的情況 今天我首先介紹現在路證署工程項目 使用BIM技術的情況 之後我會介紹我們在BIM方面完成的工作 包括我們建立了一個路證署的BIM Object Library 以及剛剛在過去8月推出的一份新的路證署內部指引 然後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些路證署工程項目上有關BIM的應用 最後我會介紹一下我們接著BIM方面的工作 首先講一下現時路證署工程項目使用BIM的情況 多年來路證署在不同的工程項目中都應用了BIM的技術 同時也累積了不少在設計和工程管理上使用BIM的經驗 隨著發展局推出的一些相關的技術通告指引 路證署已經全面配合相關的要求推廣使用BIM的 為了促進BIM的技術應用的發展 路證署也致力在提供BIM的相關配套 包括為同事購買新的電腦和新的BIM軟件 在今年我們都在剛剛在6月都已經完成了一項 有關路證署長遠使用BIM方向的研究發展 為部門繼續使用BIM技術做好準備的 路證署由2018年1月起到今年8月底 一共有63宗工程項目完成了招標程序和批出 當中有13宗的顧問研究和20宗的公務工程招標 都有使用BIM的 其餘工程因為涉及的專業技術較少 以及工程預算少過3000萬 所以都沒有用BIM的 在這63宗批出的工程項目中 超過一半都需要在工程中使用BIM的 當中的工程費用就佔該項的工程大約93% 上面的數字都反映了BIM在路證署的工程項目中 都反映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的 接著來我會介紹一下我們在BIM完成了的工作 在路證署應用BIM技術方向的發展研究項目裡 我們成功建立了一個屬於路證署的BIM Object Library BIM Object是構成了一個BIM Model的重要元素 路證署一直都製作不同的BIM Object 去促進BIM在工程項目上的應用 我們會根據路證署的一些standard drawings 製作不同的BIM Objects 現在已經完成了超過160隻的BIM Objects 每一隻Objects都附有一些Object Sheets 以及一些指引給使用者參考的 所有的Objects其實都交給CIC 在CIC網頁裏面可以下載 路證署也會繼續建立更多的BIM Objects 來充滿我們的Object Library 以及促進BIM的使用 以下是一些由我們sandard join 製作出來BIM Objects的一些examples 這個是一個emergency exercise gate 街燈的燈柱 或者單車競水上面用的一些Ballet 以及公盟人士送的一些磚 都是參考CNIC drawings製造出來的 每一隻Objects都會跟從CIC既定的指引 製作一些Objects Sheets 展示了Objects外貌的資料等等 同時也提供了指引給使用者 了解Objects的使用法 現在為大家介紹路證署 剛剛在8月推出的 新有關BIM使用的內部指引 指引是為了說明 路證署在BIM上面採取的方法 以及標準的細節 方便路證署的同事 顧問和承建商 能夠通過BIM去分享工程項目的資料 指引訂明了路證署對BIM Model的各種表達要求 也製作了一些BIM Model的命名 所有提交給路證署對B Model模型 都需要跟從這個指引 在Model的命名方面 Model的名稱會有六個部分組成 包括Agent Responsible Code 代表Model的製作者可以參考發展局 網站所連出的清單作選擇 第二個是Project Code 會跟從工程的合約編號來制定 Item number是每一個Model 在那個工程裏面的一個獨立的兩位數字 記錄那個工程裏面有多少個Model Model Code就會反映Model使用軟件的功能類別 Model File Identifier就會簡述Model的物品 例如是PowerCab或者Subway 最後就是Software的Version Number 參照CIC的BIM Standards 所列明的有關Level of Development 或者簡稱LOD的定義 LOD可能由100至100都有些不同的定義 我們會依照各級別的LOD的定義 製作了一系列有關不同工程部件 在不同工程階段所需的要求 同時亦可以因應個別的項目的需要 作為改動 我們亦製作了一系列的 Beam Standard Template 供同時參考 包括Consultancy Brief Contract Specs Project Execution Plan Beam Model Checklist 和Beam Object Checklist 和Beam Object Checklist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路證署工程設計項目上使用Beam的例子 在設計階段我們用了Beam來幫助我們的工作 例如一些Existing Condition Modeling Clash Analysis Drawing Generations 以及Construction Simulations 等等 就著上述攜稱公路至工業階 升降機構行人隧道系統興建的項目上面 顧問公司都用了Laser Scanning 去建立一些現行狀況的模型 並且構建設計模型的公設模型上的使用 而公司也進行了Clash Analysis 找出所有Clash改善設計的設計 設計模型的會用於生產設計圖 那些Drawing會直接從那些Model製造出來 那接著我們講一下建築階段 即是Construction Phase上有關BIM的應用 在建築階段我們會繼續使用一些Design Phase上的BMU 好像是Existing Condition Modeling 以及Clash Analysis 那我們也都用了一些4D的Model 去模擬這些實際施工的情況 那C工程序 機械擺放 或者工地的運輸情況 都會在4D的Model那裡模擬到的 那4DModel至少每個月在作一次更新 和會在會那裡談的 用來提高工程項目的管理 那之後我會播放一套Video 是關於中九龍幹線 接著何文田我們陸政署的Office的一段片 那這個是在陸政署和文田Office 附近的就中九龍幹線建一個Central Tunnel 那會做一個Shaft 那這樣就方便它出來的 那大家先看到會有些鋼鐵 就是Skill Structures的一些興建 那跟著有些Noise and Closure 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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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まぁ我們再次看到了 一個簡單對方出發 再露入去看 他看到有些天花頂 還有它麗頭車怎麼樣出麗 最後我會講一下路政署其他試行中的Beam技術的應用 首先會介紹我們在中國倫鋼線啟德西的項目上面 都會用電子的Risk Form和Beam的Model做一個結合的應用 在Risk Form的管理上面我們經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工程人員無法很準確地去表達在Risk Form 所包括的inspection的位置 所以在啟德西的項目上面 我們在試驗用電子Risk Form和BeamModel的結合 所以工程人員就可以透過連結這Risk Form系統的BeamModel 選擇在表格裏面所涵蓋的inspection的範圍 那個位置BeamModel同時都會顯示在Risk Form上 令批核的人員更加清楚掌握到inspection的位置和範圍 工程人員也可以透過系統上面的BeamModel去查閱相關的Risk Form的交替和批核的情況 另外有關Beam technology在資產管理上的應用 我們都計劃在本年第四季推出新的研究項目 研究會集中為動製署 作新訂購一個Beam的asset management standards 為了融合Beam 路政署的資產管理系統做一個準備的 研究項目預計在明年的第一季展開 我今天分享的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